內地限航令似乎有擴散跡象 不僅不去南韓旅行 就連南韓超市和食品都怕要抵制 限航令升溫是源於南韓和美國合作 在南韓部署的薩德導彈防禦系統進一步落實 而向薩德計劃提供用地的樂天集團 繼續受到中方打壓 樂天製果和美國朱古力巨頭好時 合資的樂天上海食品 被內地當局勒令停產一個月 另外內地有55間樂天超市被勒令停業 佔中國分店數目約一半 禍不單行樂天中文網店也受到黑客入侵 雖然內地起勢地打壓樂天超市 但可能只是姿態多於實際 根據資料樂天超市在內地共有115間店鋪 規模不算大 以內地大賣場市佔率計樂天超市不入十大 而且在未遭封殺之前 內地樂天超市已面對熱積下滑的問題 所以這次封殺對樂天整體業務影響有限 相反比樂天更傷的韓國企業 應該大有人在 據彭博社統計 韓國COSPI 200指數中28隻成份股 有超過一成的收入是來自中國 其中生產Market O系列食品 韓國零食大廠Orion有56%的收入是來自中國 照看一帶限行令進一步蔓延至食品 本地食品股如黃黃康師傅 又可不可以從中受惠呢 有外資分析員說食品股可能會受惠 但現階段仍然很難量化 其實根據內地以往抵制入貨的經驗 相信限行令對韓企的影響有限 在2016年內地民眾 因為南海主權爭議問題 發起抵制入貨包括日系汽車 不過從去年日系汽車的銷量看來 影響很有限